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浪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 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集回来说什么呢? 没几天前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出了一个报道 说到较早前涉嫌参与反修例非法活动而被捕的公务员 加加上有89个人 可能你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大闹了 谁知道89个一定还有其他的 只不过还没抓到他们 其实有正有据的话 等他时辰到 我们唯有是这样 而当中有58个人已经离开了政府 还说有5个近这个月被法庭裁定罪成 而将会被纪律处分 见到公务员事务局方面都回复了 立法会员在特别财委会的书面提问的时候 就说其余的26个没有被警方起诉 或者裁判无罪的人都需要接受部门的内部调查 而其中有9个人已经经过部门的调查后 已经接受了纪律处分 有13个人员经过部门调查后 未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们有违纪行为 其余4个又怎样呢 还正在接受部门调查 要视乎结果 也有可能被纪律处分等等 局方也再说 有关的个案里面 曾经被捕的人员如果被起诉 在进行刑事法律程序期间 都会被扣发不多于50%的人工 如果被裁定定罪罪成的话 因为有机会会招致免职处罚 都是要即时被扣发全部薪金 而最终被免职的人员 停职期间被扣发的薪水 一概都是不获法还的 大家听到那条数据是怎样 其实看到这些公务员也挺可悲的 因为这个反修例 搞到自己坏地说一句 跟瘋了线就没什么分别 如果要参与这些非法活动 被捕 还要离开政府团队 可能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是值得都不顶 因为有些真是颠到 觉得这么多的手足的牺牲 蹲监 还押 甚至死了也有 梁烈士 什么同学 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真的会觉得这些人是为了他们反修例 争取民主自由的这次光时的行动 是英雄来的 是永远都要怀念他们 甚至乎我们看到清明 真的还有人去沙岭拜手足 是夸张得他在一个粮艇里 晚上摆上烧肉鸡 在一个艇里 四边是圆的 他就在石坡位置放了很多汽水 他就说希望手足吃饱点 还跟大家说 记住这些不是旧照片 如果你想看的话 再给你多几个角度 不过有一些黄圈的黄友 劝他不要这样做 就说怕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会不会被捕 老实说 如果你这样玩 最多都是说你乱抛垃圾 你又没有什么政治口号 你放些元宝蜡烛 又没有点着 你这样放些汽水 薯片 都不可以说你什么 真的意思是和政治有关的 如果他们要这么疯狂 那也没办法 还有 原来公务员在上年 有3,734个同事 已经辞职了 人数还说是回归以来最高 这三千多人里面 有一半是来自公务员团队 20岁至35岁的组别 再说重灾区在哪里 就是知识产权署和香港电台 我马上想起我一个朋友 他在2019年的时候 又是刚才所说 一看到这宗反修例之后 就瘋了 就是常常贴很多年轻人 什么年轻人物物的 被捕的照片 尤其是 那个样子只有15、16岁 都未成年 穿了黑衣黑褲 整头汗 被警方拘捕 他很喜欢贴这些新闻 他在公务员团队里面做什么部门 我就不想说 顾引其名 你贴这么多这些 都明白是什么事干 又把那些头像 又转过黑色 他还未够够将杨子经 变成黑白灰 烂一阁 他还未贴这些 不过就以示他的表态 对于政府官员 他会转载某一些 《苹果日报》的新闻等等 他会有的 你说他刻意说些什么 他比较隐晦 可能你说他这么狂 不如不要做一批 他又继续做 他说得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公务员团队里面 比较连长一些 就是说他们很蓝丝 他没有说自己是蓝丝 但会暗指 或者写明有些人很蓝丝 很有趣 可能大家都会猜他 公务员要宣誓的时候 他又有去宣誓 那你又咬他不进 你说他有没有很实质的东西 说要反对政府 那又不觉有 我都思考了很久 究竟他是真狠还是假 他狠狠得来 还有个谱 这个朋友又挺过瘾的 他到了近一年 看到那些所谓移民潮 比如BNO签证的那些 他也有帖出来给大家看看 可能大家都会估计 就是围内的朋友在谈 他会不会离开香港去BNO祖家 他就在刚刚今年过年前 突然间离开了香港 就已经去做BNO祖家签证的BNO女儿 又是有那种害怕会捉住他 又不敢告诉那么多人 他其实都是宣誓了之后 就磨了一段时间 他去到英国之后才会多说一些 就是社交媒体 就是为什么会离开 大致上是说 那个氛围 就是他很搞笑的点就是说 过往来说 其实也有不少保皇的公务员 因为基于饭碗的问题 都要签公务员宣誓 要妥协这件事 好了 当他觉得那么多人都妥协的时候 也对于那些部门的不满 本来也有 但是他再加上政治因素 就变成了一种很复杂的心理 他觉得原来他自己和某些公务员 都有类似的心态 只不过是很难叫做宣誓于口 当他自己挣扎了一段时间 或者跟其他的公务员也是 他也是在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组别里面 他大致上就是30出头 在公务员团队里面就没什么成就 我想应该都有丁那么多钱剩 那又是挣扎到底是否离开香港 不过很搞笑的一点 他是不断在骂我的工作 不断说有什么麻烦 多不开心 还有会觉得原来有很多的 跟他一样 因为签了宣誓之后 就唯有乖乖做人 他们是顶不住这个氛围 其实在他之前也有一些人 就因为这样而离开了公务员团队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立法会员说 会不会里面有很多内鬼 很多滲透 或者有些很黄的公务员 会不会在搞事 我想一下 看到去年来说 有3,700多个公务员这样辞职 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重点的 统灾区所说的香港电台 之前也被人咎评 说他的政治取态 和做了些事情 似乎不合乎市民的期望 哇 里面也可以有一个缩影 就是那种氛围他们受不了 觉得好像有口难言 说不了他们想说的东西 他们宁愿不做公务员的工作 离开香港呼吸自由空气 那就去了英国 真是难以想象 那我们再说多一点 再加上 原来有些就是民航署 卫生署 环保署这些部门 都出现了比较高的辞职率 另外一些关于政策局方面 例如商经局有25个人辞职 比起前一年的话 是可以说多5倍 因为经商局也不算很多人 可以说辞职的人数 就占了这个部门一成的人手 而教育方面也说有189人离职 占了部门人手的3.5% 当然他们辞职的理由 未必一定是移民 可能转工也有 退休也有 合约期满酒也有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太多 是否有黄的公务员 来影响了政府的运作 很有趣 他们在这些氛围里 他们真的好像呼不出气 觉得什么爱国者治港 可能看到现在李家超 没有如他们所说的警察城市 或者什么警暴 没有什么武官治港 没有这些 他们又很空虚 又很寂寞 那是好笑的 因为我们看到 例如刚才那个好黄的公务员朋友 你又会贴一些 别人说什么武官治港的新闻出来 但是去到现在 李家超也做了些时间 未到一年 但是你也不见到有预期的 那些什么镇压 什么镇压 什么镇压香港人 也不见 你看不到这些你预期的东西 你们是不是炒了车 那他们那种失落感 又很有趣 又会把那些什么 保生意 现在李家超去到深水埗 和那个快要倒闭的药房 这样说话的时候 他又会贴一些 究竟在你眼中的李家超 他是一个武官治港 鎮压 还是你觉得他做了些事情 是搞笑的呢 还有你又说到 抓了黎智英之后 那些什么23条 或者没有言论自由 还是什么的 新闻 在转载这些 那好了 去到今时今日 又没有了23条 很快上场的情况出现 又跟你预期不同 他们很有趣 跟他们的预期不同 他们又更加迷茫 究竟社会前路是怎样 他们很有趣的 点是什么 又会疑神疑鬼 就是觉得 总有一天就会抓谁 总有一天就会有23条 总会有哪一天呢 国安法方面 就会大规模拘捕某些人 当他们说到 有什么安心出行 有什么监控 永远都会有那些 那些什么码 那些那些 那现在没有了 他们又炒车了 但他们反而更加不知道 他们想象出来的世界 有哪一样是真 就是他们都摸索不到 未来是怎样 唯有那么多不知道 不如又不想成王成恐的生活 虽然没有东西值得害怕 有什么不值得害怕 大家有得去旅行 又去旅行 有得拿电子消费券去买东西 就买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但他们会觉得这种感觉很窄 就像这位严格来说 是前公务员 为什么要去到英国呢 那是好事 就是给他们一个渠口 吸一吸 中意就继续留在英国那里 你说他们能否拿到身份回来呢 因为有些说 希望自己拿到真正的英国人身份之后 就再回来香港就做事换钱 到时如果真的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才真真正正的举家 去到英国就安居落业 香港就乱乱乱了 你死你的事了 有些人是这样的想法 其实在我认识中 移民台湾的香港人很多都是这样的 拿到身份证之后 就很快就回到香港 收拾了一间公司也好 或者搞定其他不同的东西 就回到香港换钱 有些还说在香港都会很开心的 不过这都是他们自己的自由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决定 但如果像这一阵 给他们一个机会离开香港 口口气再去看他们想像 有自由空气的世界 再对比他们之前 公务员团队这样那样 特区政府这样那样 忍受不了这样那样 你再看的时候 隔着海去看香港的情况 可能又并非是这么严重的问题 当我们清醒的时候 或者会回流回来香港 就是这么简单 我另外也有一个公务员的朋友 他从事一些比较专业的体系里的工作 因此他又未想离开香港 但不停转部门 不停转他的工作岗位 加上他那个专业的方面 都可以给他转的 他也有这样的批评力 但是一边转一边闹 他对于特区政府的事情 他也是很黄 他有没有说要去做些什么来害政府 那又不见得 有没有说做些什么去危害国家安全 他又未敢至于他这样做 为什么呢 他始终有碍于他那个专业的身份 他不舍得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反修例衰得最多的呢 就是这些年轻的学生 占了这么大比例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说 担心公务员团队里面有什么内鬼 我觉得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 他们其实很多是已经是顶不住 这个氛围已经叫离开了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会清醒 变成正常人都不顶 那何解呢 因为有一些就叫做升职 或者可能他们见到其他BNO女儿 都未必过得这么好 再加上他们较早前 有一个什么新公务员 什么工会那个 那个主席 他也去了BNO祖家 他又搞成什么 不是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而已 过去英国的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是不是人人都想过去捱的呢 好像刚才提到 这个三十出头 这个前公务员的朋友 现在他也是撕着自己的职续 他都未找到工 他就当自己旅行地休息一下 不需要担心 这么快就要回到香港 让自己一个有长假期 在英国住一下 当他觉得好像要认真找一份工 或者他的英国生活的蜜月期过了之后 面对现实就要找工 当他找工的时候 或者做新的工作的时候 说不定 他就会发觉以前在香港做公务员的时候 是这么开心 其实他的部门来说是挺舒服的 因为我永远走经湾仔大楼的时候 看到他这个部门 都是静莺莺有乌鸥的 当然是整只乌鸥飞过的 我形容而已 这么爽的部门 都要离开你都瘋了 哎呀 我都比起我 我几满都不走 我会很努力做的 请我吧 好了 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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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